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批肘子 这批同胞属于肘子下面加本护照旅游去了 不过这肘子还真派上用场了 卖游的兄弟们体验着险恶江湖 短短几日中国功夫横扫港澳台 大年初三的一天 内地游客张氏夫妇随团南下香港 因拒绝被购物与当地导游林大姐过招切磋 最后张氏一纸状子告上衙门 双方对簿公堂 起了公堂之上张氏态度突然180度大转弯 称之时误会一场 收下十二万银封口费 恩怨一笔勾销 大年初六 两队大陆旅游团在台湾狭路相逢 因抢搭小火车载起风云 因众人围观 双方挥拳如鱼 转瞬间 一位高手使出失传已久的摇指神功 切断对方右手小指 另一人拿出独门密气 一天保温瓶 对方即刻倒下脑震荡送愿去聊 情人节那天 武林大会在澳门再次上演 来澳门游玩的26人东北团 因不满女导游 没有高举接团牌 让众人久等 服务颇有怠慢 出言责骂 此时一男导游 遇上前英雄救美 起了三位游客大哥 早有防备 施展一身好拳脚 但见不如飞烟 全如流星 男导游当场武功尽费 此时 引起澳门导游重怒 为医学前耻 一百多名导游派弟子 包围内地旅游团坐驾 要求道歉赔钱 双方剑拔弩张 对峙了五个时辰 带朝廷补派出面调停 方才作罢 三战自由搏击挑战赛 我方是各有胜负 可到底整件事 谁才是赢家 我看啊 这叫秀菜的房间 都是输 有人骂导游 哎呀 为了挣黑心钱 逼着游客买东西拿回扣 导游委屈啊 我们那也是被旅行社压榨 才出此下策 大家就骂旅行社 导游这么干 都是你们的规定给逼出来的 旅行社也委屈 我们做旅行社 又不是做慈善的 这么便宜的团废 我拿什么养活我的职工啊 再说了 要告误这事 跟游客 这都是写过协议的 也有人批评游客 说你看 素质不高 火气不小 贪小便宜 肯定吃大亏啊 那游客就更委屈了 那我们给了钱 成了顾客 难道还不应该享受上帝般的服务吗 这不是一句话就能说明白的事 但一个字就能给他盖回全了 钱 想花钱的 想挣钱的 想省钱的 还有想捞钱的 都碰一块了 就能够出点事吗 有需求啊 就有商机 现在大家都想旅游 旅行社的广告都做的特别到位 呃 有一个北京旅行社的广告段子啊 就在网络上最近挺流行的 他就拿这个高房价来说事 说只要半个平米的价格 日韩喜马泰啊都玩了一圈 你要拿一两个平米的价格 欧美列国就拿下了 几年下来 全世界您玩变了 可能还没花完一个厨房的价钱 但是到那时候 说不定您的世界观就已经变了 生活在于经历 而不是在于面积 富裕在于感悟 而不是在于别墅 乐观点说吧 反正不差这一个厨房的钱 玩 归观点说 反正差的也不只是一个厨房的钱 玩吧 说到中国游客的形象 现在全球排名还是倒着数的 出国游客啊 经常能够看到 哎 这各地有那种请勿大声喧哗 请排队 还是中文的指示牌 就内地这两个旅游团在台湾打架这事 现在阿里山景区啊 已经是派专人来引导大陆游客排队 为什么咱们国外排队 这么声名远扬 难道买东西爱插队 是自虎具有的现象不成 我给你一口打架 你今天怎么不排队 不在公登新好不好 用帅 你找吧 我玩的就是你 你个小打架 谁啊 孔子曾经约过啊 有鹏字远方来不宜悦呼 现在是有大把钞票从内地来不宜大悦呼 在万恶的资本家眼中 什么不文明现象 那都如同浮云啊 Welcome Welcome 但中国游客在海外购物之初 早已经是本座世界第一位 为世界各国的GDP增长 做出了卓越的红线 做老大 当然要有老大的待遇 配备什么普通话导购 已经是美欧等国的这个商家指定的动作了 在拉斯维加斯 当地的梅西百货这个商场还特别设了两个小时的中国游客购物专场 派了十个翻译赔购 哎呀 你说咱们把半殖民地时期的面子全挣回来了 洋人与一切宠物 禁止入内 在英国 2010年中国游客总共消费超过是3.5亿英镑 但是英国老板们还大呼赔了赔了 这是为啥呢 由于办理中国游客服营签证的手续太复杂 英国的奢侈品零售商这一年最多损失了差不多1.6亿英镑 英国老板们纷纷站出来替中国人没权 指着这个英国领导的鼻子就骂 不像话 不像话 What is the matter with you 中国游客的签证怎么就这么难办呢 我们的生意还怎么办 要是不给中国人方便 下一届的选举经费 你们自己去买彩票解决吧 日本的商家盘点成果 大陆游客消费依然是number one 名表据说是买的最多的 北海道住宿一晚以上的中国游客 也是增长了差不多有三成 有钱 这不前几天 中国的GDP已经超越日本 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而且人民币汇率在不断的上升 想当初日美广场协议的时候 那年我还小 日元对美元的汇率 一年之间从一比二百五升到了一比八十七 于是日本人就成了八十年代的世界豪客 如今领导咱们中国上位了 中国游客在日本也成了相伯伯 各商家都非常的 不忍心 真是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中国人把商品买东西这个词 音译成血拼 商品血拼 何其生动了 不惜血本的拼命了 老外一看都觉得 中国人真是不差钱 其实这是因为要省钱 你看国内的奢侈品价格 那比欧洲会出一倍差不多 大老远来一套 咱们多买就能多省 是不是 不赚回点差价 咱不甘心 而且相当一部分人是为了送礼 那更不能买次的 您说也奇怪了 大家都顶着一样的月亮 都是一样的包一样的表 一样的商品 怎么在国外买跟国内买 价钱差别就那么大呢 谁能告诉我 谁能告诉我 是我们在变的世界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一样的沙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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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的自责 一样的我和你 您看 大家有点钱都去外面花 咱们中国的内需 靠谁拉动呢 但说实话 国内的奢侈品的确是比较贵 我看不如就把税先免了吧 这事我说的不算 不好意思 日本当年的办法是什么 大家出去玩 照玩 日本派出的大型的国有企业 去国外收购 或是兴建酒店 然后呢 让日本人去外国玩 住日本酒店 吃日本菜 哎呀 这个办法好 咱们应该学学 以后咱去法国 也住本国投资的酒店 一抬眼 巴黎招待所 自己的地儿 门口你看啊 还一排小三门 左边是豆浆油条 右边是千变果子 拼至如归呢 说起来 咱们中国游客 给人疯狂的购物印象 也就是这几年的事 要过去 咱们买东西啊 也是走贵族路线的 这是我跟您讲讲 像买衣服 它必须得是量身定做 不对 应该叫量人定做 之前老北京的裁缝铺 除了量你这个衣服 尺寸 还得打听 您多大年纪了 什么性格啊 何时考取的功名啊 哎呀 跟真婚似的啊 为什么这么干 您看 这个少年得志的 大多是趾高气昂 所以衣服呀 那会儿都穿长袍嘛 一定要前长后短 要不然你一挺胸 后面拖地 前面走光 麻烦 还有这性子急的 衣服必须得坐短一点 他走得快啊 大不流星 否则一步一个大马趴 这就叫人秀 这才叫高级 那现在怎么回事 怎么大家买奢侈品 就像在超市里边扫货一样呢 怎么大家在外旅游的时候 动不动就得动手呢 我分析啊 干火太旺 听说凉茶这个东西啊 去火效果不错 建议大家出国旅游的时候 都带上一瓶 甭管是买东西 想吐弹 想插队 还是想打人的时候 先来一口 小小伙儿 祝您旅途愉快 咱们广告之后见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